对 我自己挺小的时候 就挺喜欢唱歌 跳舞 戏曲的 但是因为我的家庭的经济情况 不是特别允许我学习 艺术这方面的东西 因为我的家庭就是 普普通通的农民家庭 爸爸妈妈呢就是 打一些工 做一些兼职 然后我还有一个哥哥 身体不是特别的好 爸爸妈妈还要供哥哥 还要供我 特别的辛苦 他们就知道我想学艺术之后 他们就省吃俭用 来给我报信学班 让我一直唱歌 跳舞 那确实对于 想要读艺术的你来说 几乎没有这样的资金 对 后来怎么学上金剧呢 有一段时间 我想放弃走艺术这条路了 因为我觉得 我学了这个东西之后 给家里添了不少的麻烦 大概在2014年的时候吧 爸爸他又意外地出了车祸 然后骨折了 那个时候 爸爸是我们家里的 经济的主要来源 这个时候妈妈就 只能是一边照顾爸爸 还要照顾哥哥 还要照顾我 还要去打工赚钱 这个时候就只能靠妈妈了 然后我就觉得 他非常地辛苦 然后那个时候 我还闹着要去北京上学 我就觉得那个时候 我特别不懂事 我是想放弃 但是后来的话 爸爸他就 都说伤筋动骨100天嘛 他就只休息了20天 他又继续去工作了 他说一定要让我去完成 我喜欢的东西 去了吗 中国戏剧学院附中 我们是免学费的 免学费的 对 这个是国家支持的 我就是为了给他们省钱 所以我才选择了这个学校 去北京的时候 你还是小学毕业吧 对 你一个人能行吗 其实我挺想一个人 去上学的 但是爸爸妈妈商量之后 说我年龄太小了 所以妈妈就陪我在北京 一直上学 来 我们掌声有请妈妈 你也够支持她 那必须支持 你家里都那样吗 不是那样 关键是他小的时候 他要学唱歌跳舞 他 我按照在那里 臣民会儿 就不要選手 会不会 你会不会 有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